国庆廉假最后一天 台中清水休息站陆续涌现收价车潮 根据统计光是这三天 车次涌入至少2.7万 人潮更是来到了8.5万 连带服务区的营业额暴增 预计这三天向来会突破 1000万的营业额的业绩 那么不少的店家非常开心的说 光是补货就补到手软 休假日清水休息站陆续涌入北反车潮 好不容易开进停车场 车子停满满 根本一位难求找不到格子停 疫情陆续解封 也让国庆廉假这三天 初有人潮增多 休息站涌入2.7万车次 人潮更是来到8.5万人 看看这服务区里面 吃的喝的还是伴手礼 每一摊都大排长龙 当然是比平常的量有多一点 补几次啊 很多钱 一直补 忙到都数不清 这已经是第几次补货 人潮对于前潮 服务区三天营业额 预估冲破1000万 业绩比去年更加成长 生意如何 还不错 会就补货 差不多也会补个四五十颗 国道3号中部北上路段 时速大约20到40公里 走走停停 不过越到晚上 车流量可能会继续增加 手架车潮涌现 提醒庸路人 留意路况 九盘系林嘉明 台中报道 台中清水熬风扇运动公园里头 有一棵三层楼高的橡胶树 一次是不敌强风吹袭 瞬间倒塌 造成了在树下乘凉的两大一小 受伤送医 其中48岁的柯姓男子 还一度陷入昏迷 幸好经过救治之后 已经恢复了意识 公园里头据树倒塌 游客被压在树枝底下 热心民众一窝风向前 抢时间 陷入脱困 一到这一年 对 大声的 很大声 大家都吓死了 然后突然间要拍一声 然后往那边一看 那么大的一个树就倒下去 是看到有压到两个大人 意外发生在台中清水 熬风山公园 知名经典鬼动前 10号上午11点多 一棵三层楼高的橡胶树 以似不敌强风吹袭 瞬间倒塌 48岁科兴男子 后脑勺被击中 当场昏迷 弟弟后脑勺红肿 脚掌骨折 蛇岁儿子 右手脚擦触伤 他陪老人家 坐在那个椅子那边 一阵怪风来 然后树就坍塌了 他们来不及反应 对啊 他大部分就扎得很严重 都动弹不得 我面前不出 久了 像我偷跟人一样 快来 天气转梁 海线风是增强 超过八公尺高的橡胶树 以四根部腐蚀 遭抢风连根拔起 三明游客 坐在树下乘梁遭压伤 幸好最后都没有大碍 海线地区的阵风强烈 该树木不堪附和 而倾倒所致 至于是否根部 有受相关病重害的影响 将紧速查理 建设局后报后 立个派员前往清运 厘清树岛原因 承诺会负起 相关责任 接着我们的吴福宴 台中 差不多 国庆连假 收假日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传扮在中午之后 就停航 游客抢搭上午的船班 从离岛拦雨 绿岛返回本岛 但是海象不佳 让不少的人晕船呕吐 有人就说 简直像是搭了海上 云霄飞车一般 不时还有强劲的浪花 拍打船身 非常可怕 船内民众惊呼连连 强劲海浪拍打船只 掀起大片浪花 整艘船摇摇晃晃 Oh my God 等一下下不出来了 强大风浪 好像遇上台风天 双十廉价开心出游 现在却笑不出来 海浪不断拍打窗户 上下摇晃 更怕大浪一来 打湿整艘船只 民众用手机拍下海上画面 听到尖叫声不断 惊呼如坐上海上云霄飞车 受到强劲 冬东北季风影响10号上午10点半往返台东绿岛以及蓝雨的船班统统停驶 当天一早许多游客在港口抢搭船回本岛只是不平静的海面让这趟美好旅程的返航之旅颠颠簸簸簸留下另类的旅游回忆 记者刘云湘台东报道 天外怎么会飞来太阳能板 嘉义县蒲子市农会在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 顶楼的太阳能板疑似是没有固定好不敌强风 两片太阳能板直接从10层楼高的地方掉落到大马路上 其中一片杂重停在路旁的休旅车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片太阳能板从天而降刚好掉落在路旁的休旅车上 正在等红绿灯的骑士全部都看傻了 从那个角度看更清楚 不知从哪来的太阳能板就这样急中休旅车 还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0号早上8点多嘉义县蒲子市农会顶楼装饰的太阳能板 其中两片从10层楼高的地方掉落 一片就这样砸中车辆 可能太阳能板可能没有保护 没有固定 如果说固定保护可能就不会回来 遭杂汽车挡风玻璃全碎 车顶板已经凹陷撞击力道不小 农会总干事表示顶楼市租给太阳能板公司 已经请值班人员通报太阳能公司进行处理 将会赔偿车主损失 但到底是当地风力太强 还是太阳能板没有固定好 还要再调查清楚 记者蔡崇佳在报道